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講到第三次的部分 就是關於工作分析的問題 當然 講工作分析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 是一個非常技術性的功夫 究竟什麼是工作分析 究竟是怎樣做的呢 不如我們看看情況 我們說工作分析裡面 首先你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我們說 其實我們是需要 去分析究竟某一個工作裡面 它是需要某些要求 有什麼技能的要求 譬如說如果我們要請一個IT人 我們請一個寫apps的人 究竟寫apps的人 他會說我只會寫web 但不會寫apps的話 那就請他來把鬼吧 所以你留意工作分析其實要是 分析某一份工作的技能要求 還有究竟做這份工作的人 有什麼特徵 例如說如果他要做一個 業務推廣員的時候 起碼那個人要做推廣 即是說他的人際技巧 和溝通能力很高 這就是我們說的特徵的部分 但記住工作分析是什麼呢 工作分析要強調的重點 它是一個過程 即是說其實要評估工作要求 以及是要分析究竟需要 擔任這種工作的人的特徵 的一個過程 我們就叫做工作分析的情況 當然其實這間企業 如果能夠知道這些工作的要求 以及究竟什麼人才可以擔任到 或者你認為什麼人才能擔任到 這種工作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去做一個規劃 能夠去請足夠的人手 或者能夠因為請足夠的人手 可以能夠維持你的公司 或者擴展你的公司的運作 所以工作分析是一個重要 提供到很重要資料的一個過程 也是我們提到 在那個業務推廣之前的規劃當中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其實所謂的工作分析的時候 也要做多兩件事 包括了什麼呢 就是工作的說明 以及工作的要求 留意的地方就是 剛才我們也強調 整個工作分析有兩個要求 兩個部分 就是究竟工作的要求是什麼 以及有什麼人可以擔任到這個工作 其實這兩個重點 就是我們所說的第一 以及第二個部分 就是用來轉化下去 在下面我們說到 那個叫工作說明 就是講明那個工作 究竟有什麼要求在中間 而另一方面 就是我們說到 要求什麼人手可以去做到這個工作 這兩部分就是工作分析裡面的 其中的兩個大的重點 可以嗎 我們說到其實整個工作說明 或者工作要求 在什麼時候要見到 通常來說 就會在我們以下這四個不同的情況 尤其是你在招聘廣告當中 經常都會出現到這個部分 而我們說當我們去做一些 工作邊編評核 或者接下來我們講一些 專業的發展的時候 我們都會講到這個情況 不過我們今天著重的 就是講招聘的部分 你看到的地方就是 整個工作分析的過程裡面 有什麼我們需要注意呢 留心 所謂工作分析的過程 應該涉及到兩個大方面 工作分析 加上工作要求 和工作說明 其實就是這方面 但實際上 當我們要去做到工作說明 和工作要求的時候 首先我們要有什麼過程可以做到呢 第一 我們要知道究竟有什麼資料 可以給予我們 而另一方面 我們就要檢測一下 究竟相關的背景 譬如我們說 一個銷售人員 最重要的就是 他有很強的銷售技巧 或者甚至乎 你重要的地方就是 他有很強的人債技巧 其實他需不需要有好過的學歷 這件事你要記住 其實我們在講 一個叫做工作分析當中 其實你看到的地方就是 你要問清楚自己 究竟那個叫做銷售人員 你想他回來做什麼 那些銷售人員最重要的就是 幫你買到 即是可以銷售到一些客戶 能夠銷售到一些生意給你 所以 究竟那個人的學歷是如何呢 似乎就不夠 那個人的人際關係 或者銷售技巧那麼重要 所以我們說要找一個 有代表性的 我們說到職位的時候 就指到什麼意思呢 就是指到你找一個銷售人員 銷售人員的職位 譬如我們當一個普通的銷售經理 其實銷售經理就是絕低級的 銷售代表或者營業代表 銷售經理那些 那些 那些職位究竟有什麼 重要的特質 你要去做分析的 然後你去找一些資料 就要問清楚自己 究竟你認為作為一個工作 做一個銷售人員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什麼 的特質或條件 那你就要做一些 工作說明和工作要求 即是整個工作分析過程是什麼呢 首先你找一份工出來 那份工有什麼重要性 你覺得是找到出來的 你覺得是很重要的 那你就就著這個重要性 去寫一些工作的說明 然後有這些說明 譬如有強的人借技巧 各方面 你就要去寫一些要求 要求應徵者達到這幾個條件 才能夠做到這份工夫的意思 講來講去 這就是關於工作說明和工作要求的部分 我們看到這就是工作分析的過程 第一 我們要決定什麼資料 有什麼用途 我們說到 首先你要去找工作資料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去說的地方就是指到 究竟你認為工作有什麼要求 你要找的就是 例如一些銷售數據 有什麼特質 這些都是你要去找的地方 當然另一方面 其實你也要檢測一下一些背景 我們所謂的背景是什麼呢 就是究竟這個銷售人員 他整個工作裡面 是要主要做什麼的 譬如說 原來他根本不需要預備文書工作 他就不需要去打字 他只需要走出去見人 這個已經是你的工序表 你定了之後 你就集中要請這個人的時候 他真的要做什麼功夫 如果這間公司可能會比較小一些 可能那個人 原來他在工作裡面 他就包括了要去打字 然後預備一些文件 做一些分析 然後再走出去做銷售人員 這樣的話 那就麻煩了 你的工作說明的時候 要說多一點點 譬如我們以前那一代的人 教書要做什麼呢 主要是上課教書 如果你請一個補習老師的時候 其實你上課教書就可以了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請一個日校老師 就不同了 日校老師要怎樣呢 就要他做一些心理 可能要跟一些學生做心理輔導 也要一些家長溝通 也要有課室管理 也要有情義教育 很多不同的 因為校老師是做很多很多工作的 那你這些工序表定了之後 你就要知道 原來這個伙計 請回來的時候 究竟他有什麼要求在中間 其實呢 就要找一些有代表性的事情 譬如我們說 其實你真的要去找那個企業 譬如我們真的想請一個銷售人員 那你就要去找一些相關 哪個部門的銷售人員做得比較好的一些 或者哪個部門的銷售人員做得比較不好 那你就要找一些工作 有代表性的職位 或者有代表性的人物 作為一個分析 可以省下你的時間 和你的企業的資源 而當你選定了之後 你就要去進行一些分析 譬如我們說要請一個人的時候 他需要有什麼表現 或者甚至有什麼行為 以及你剛才做了 表現得好的人是怎樣 表現得不好的人是怎樣 你就可以找到一些特質 然後能夠知道他的性格 或者知道他的能力 有什麼方向 然後就能夠做到 這個工作分析裡的很重要的功夫 例如 如果你要請一個會計人員的話 或者你入逼科做事 或者你打算做政府工 譬如做紀律部隊 其實他之前也有一個叫做 Apitude Tax Apitude Tax 就是其實怎樣做呢 就是過去找到一些人的性格 去容易反視的人的性格 或者一些比較做得好的人的性格 或者甚至你想請一個 一些執行人員的時候 一些好的執行人員 他的性格是怎樣的 你就將那些性格的特徵 然後用了一些案例去做一些分析 做一些題目 然後讓那些人去選擇 結果會怎樣呢 結果可以選得到一些人 就算他很聰明 但由於他可能性格裡面容易出錯 你就會不聘請他 所以Apitude Tax 有些人說沒有得分析 其實就不是的 其實有得分析 因為只要你知道 那個工作有什麼性質 大概你知道 其實他想要什麼人的話 其實你就選擇那些答案就可以了 但問題就是 其實作為這個公司 去想這個工作分析的時候 他第一件事要做 就是要找一些巨代表性的人物 巨代表性的職位 作為一個分析 找出那些人 那些成功優秀的人的性格 或者失敗的人的性格 然後做一個磨合 就是做一個很簡單的 Apitude Tax的測試 就能夠找到一些 他認為是合適的人選 好了 另一方面 其實你在這個部分當中 你怎樣可以找到一些足夠的資料呢 當然 其實很簡單的地方 可以剛才說的做問卷 或者跟他聊天 他會說他自己的銷售極高 你很簡單 就給他支筆 然後看看他怎樣推銷你 這些都是很簡單的工作 但另一方面 可以透過觀察 以及各方面綜合的資料去做到 這些都是我們說到 這個叫做搜集資料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而另一方面 就是你要核實相關的資料 譬如說 那個人好像挺有趣 例如他申請一些Tax 其實為什麼會中招呢 有很多時候A和B 有十條問題 其實第三條和第六條問題 就是用來做一個Cross Referencing 看看那個人 如果第三條的時候 他表現得很人愛 但第六條的時候 表現得非常不友善 其實人愛的不友善 其實是很衝突的 即是說 這個問卷的準確性就會比較低 你可以做一些Cross Referencing 就能夠知道那個人 其實那個人 其實那個人 是不是有一致 還是他根本上是有些隱瞞 其實如果有些比較嚴謹的公司 就看到有些隱瞞的時候 就立即會刪除了這個候選人 好了 那你說到 另一方面 真的要編制 那個叫做工作說明 和工作要求 但問題是 工作分析裡面的工作說明 和工作要求 我剛才一開始的時候說 很技術性的 那什麼叫做工作說明 什麼叫做工作要求 不如我們看看 好嗎 工作說明是指什麼 是一個重要的 我們叫做書面的陳述 所謂書面陳述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指他會說明給你聽 那個叫做任務 職責 以及有些什麼工作的條件 以及最後的時候 你就跟誰去匯報 這個就叫做工作說明 其實是說了 用工作的本身 是說工作要求什麼 例如剛才我所說的地方 就是指到 原來我們這個工作裡面 要去做銷售的工作 要去銷售 推廣你那個產品的業務 你就要跟你的上司 去做回報 工作條件 就是指到 以一個我們說 計金計算 即是勇金計算 這個叫做工作說明 可以嗎 例如或者 做一個編輯的 你就要做一個 教對的工作 然後就要出版幾本書 然後工作條件 就以時薪計算 這些叫做工作說明 可以嗎 但是工作說明裡面 包括了什麼 通常來說 都有這幾個不同的方法 或者幾個不同的標準 而我們說的工作說明當中 你記得一件事 就是 其實頭那幾點 都是針對著那個工作的本身 行不行 如果你要說到 關於那個工作要求 就已經要說到 那個人 員工的本身 是會怎樣 我們看看 那個叫做工作要求 是什麼呢 工作要求 就是指到 如果要擔任這份工作 你有什麼知識 有什麼能力和技能 剛才我說 如果我要你去幫公司 做推廣業務 推廣是一個叫做工作說明 而我們要做好推廣工作 我們要那個人 有一個很高的人際溝通技巧 有一個很高的銷售技巧 這個叫做工作要求的部分 行不行 我們知道了這個部分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到 下一節裏面 我們提到的 關於那個叫做 員工編制的安排 我們在下一節的時候再見